歡迎來到B波Breakdown 中文版 今天我們會看看Aaron Gooden 他的爆發力比他的能力更加好 看看他之後如何發展 在一開始的時候 Orlando Magic 都在想 究竟擺在哪一個進攻位置好呢? 他一向是在打這個小前鋒的位置 把球放在地上 走到Basket那裡 多於做一個射手 但是因為這兩年來 Orlando Magic 上陣陣容的奇怪安排 令到他的發展一天一天的滯後 他的發展方向 令我們覺得他只是另一個MBA好登德的人 但是沒有機會發展其他技巧 但是Orlando Magic 終於發現 原來Aaron Gooden 是一個大田鋒來的 他們釋放了他們的小球打法 由以前的速度排行14 現在今年排行第三 令到Gordon 大量的入球 都是在快攻上產生的 因為Aaron Gooden 現在是對著一些比較大 慢一點的POW FORWARD 令到他的三分遊戲 令NBA的刀炸 在六場比賽中 他的三分命中率是57.7% Aaron Gooden 今次三分和得分的武器 也帶領了Magic 今年在Acent Conference 有6比2的戒指 我們今天大家一起看看 究竟Aaron Gooden的爆發性的進攻 是彈花一然 還是可持續發展呢 我們馬上發現到 他的射球是增加了Hopping的預備動作 令射球更有節奏和平衡力 對比上年他用一個1Q的步法 時間用多了 但節奏都沒有那麼好 一看他的射擊率就知道了 在這球左下角的射球 我們看到他微調了他的出手 是在跳躍最高點的時候已經放了出去 跟上年比較 他是會跳高之後 向下的時候才會出手 這球Top of the Key 你會看到他是雙腳跳進去 一個準備動作 雙膝微曲 在差不多到最高點的時候射出去 跟著之後 雙腳還會完全放增加力量 對比上年的出手動作 他的屈膝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有節奏 射完之後雙腳沒有踢前 和肩頭是很繃緊的 就好 之後再給我一次 我們看看這球 他的出手點是高了 證明他腳的力度是用得更加對 雖然他的出手高了之餘 是沒有影響他射程的距離 當他找到他新的射球方法的時候 他射得更有信心 連大波射球都一樣可以 我們留意到他現在 重心是早了向下 上年的射球方法 是右腳著地後才把重心向下 現在他立即在右腳落地的時候 已經可以起跳 更好的射球更好的節奏 更好的利用他的腳的爆發力 現在他的腳是更加快可以準備好 主要是因為小跳步 對比起之前的1分鐘步 他的射球比以前更加快 他現在是有更好的射後踢腳的動作 射球的弧度減少 控制看起來也好很多 太大的弧度未跌好 如果他可以保持在最佳的45度 他的準確度會大大提升 看他的射球紀錄 他大大減少了右邊三分球 增加了在最頂和左邊的射球次數 作為一個右手的射手 在左邊射球身體更加容易跟籃關成一條直線 下一個問題我們要問的就是 Aaron Gordon 可以在整個季度裏面 繼續都可以射出這麼有效的三分球呢 答案是不行的 防守會更加易密地封殺他的三分球 令他的入球率會下降 但是近距離的防守 令到他可以增加折入和同伴的機會 即使他跌到一個平均三分射手的名重率 即是37% 進攻空間依然大大增加 同伴亦都可以從中得益 即是說 Orleano Magic今年大有機會 可以進入NBA的歸後賽 是一個完全意料不到 但一個很開心的驚喜 球隊的精明 屬性的 cake Hidden Ford Ford B